这是这个团修理场的官兵正在组织的战场抢修对抗性比武 官兵们借助自制的训练记录仪和自行研发的战伤抢修课目评估系统 对战伤抢修的速度质量评判指标进行详细记录上传 有效避免了训练效果评估的主观化随意化 引进这套系统不仅仅能起到精细化记录 精准评估的作用 更能够帮助我们教练员利用数字化手段 深度分析官兵的训练水平 从而找准问题有的放施 在这个团科技赋能体现在训练保障的方方面面 一台小小的军用平板取代了繁重的电路图测和操作手册 官兵可以实时调阅各类数据 VR飞行模拟系统参训人员可以根据自身需求 调用不同空域环境对十多种空情进行模拟处置 借助这套模拟系统 让原本不直观的纸面推演 变成了直观的仪表呈现和可感的操作模拟 极大程度的帮助改装学员合理训练和规划飞行时的注意力分配 提升了改装学习效率 科技创新 关键在人 这个团在各基层单位组建梦想工作室 官兵聚焦战场保障重难点科目 对制约部队战斗力生成的矛盾和问题展开逐一攻关 研究出公角保护罩 机轮拆装设备 快速准备空头包等一大批实用管用的科研成果和发明专利 积极为官兵成长搭建平台 让能创新善作为的官兵受到褒奖 鼓励他们发现问题 研究问题 解决问题 让科技创新成为战斗力成长的驱动引擎 为部队建设发展提供有力支撑